有家店老板把羊粥炒饭是做出了极致 精湿环绕 咸香无比 卖88一份 顾客竟然还抢着吃 那么究竟有何魅力跟过人之处 今天来将这款羊粥炒饭的配方跟制作分享给大家 长串小天地每天献一季二岛 我们这里是看一次过就很开店大老板的鸡汤走步 制作这款羊粥炒饭首先第一步就是煮米饭 煮米饭今天采用到的是鲜米 其特点特色是稻香味浓郁 而且口感适中 然后用清水将大米清洗干净 清洗掉浮灰过后煮出来的米饭会更加的晶莹剔透 混干水分过后装入煮货当中 再加入跟大米重量成1比1的清水 水一定不能加的太多 否则煮出来的米饭软烂而且容易粘粘 然后将米饭粘熟 下一步来准备辅料 这里就是我们制作羊粥炒饭的所有材料 首先第一个辅料就是海参 今天采用的是乌参 如果有刺身那么营养价值会更高更美味 其次是冬笋 尽量采用新鲜冬笋 其营养价值更高更加的脆嫩多汁 准备两到三只的和虾 少许干贝 少许豌豆 火腿肉一块 鸡腿肉一块 泡好了两颗花菇 两只炒饭的调味料只有盐 但却能够做到鲜香无比 其秘诀就靠这碗鲜汤 准备鸡汤一小碗 加入几颗干贝 再加入准备好的火腿肉 两节香葱 两片老姜片 再加入少许的花雕酒去除异味 然后放入开水锅当中 盖上盖子 用大火蒸制15到20分钟 这样能够将干贝 跟火腿的鲜香 融入到鸡汤当中 同时还能够将干贝泡发 吸收汤汁过后的火腿肉 也不再是那么的干 硬 蒸好过后取出 然后用筷子夹出葱叶跟姜块 再夹出火腿肉跟干贝 那么这碗密制鲜汤制作完成 然后将取出的干贝撕碎 再将火腿肉改造成小块 过后切成小粘 后面改造所有辅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颗粒的大小 这道炒饭当中 米饭是作为主料 由于米饭成熟过后的长度 大概为5毫米 因此其他的所有辅料的长度 都不应该大于米饭 这样才会主次分明 将海参取一小段后 改造成颗粒 再将冬笋去壳 去掉老皮过后 改造成小的颗粒 再将冬笋去壳 从中间一分为二过后 去掉下线 改造成颗粒 来上少许淀粉抓圆 防止在烹煮的过程中 挥发掉自身的水分 下一步取豌豆米 豌豆米尽量选择较嫩的豌豆加回来 现包 这样才会更加的鲜嫩多汁 做到一咬即爆的脆爽 将花菇去掉花菇地 然后改造成小颗粒 然后将鸡腿肉改造成小颗粒 同样放上少许淀粉抓圆 最后来上两颗香葱去掉葱头 将葱叶改造成葱花 那么制作羊粥炒饭的所有辅料准备就绪 那么这组配料包含了咸 鲜香 口感 色泽 营样的搭配 可以说是做到的极致 下一步来制作更重要的黄金氮丝 准备两颗全蛋 然后再准备两颗蛋黄 只有两颗全蛋主要是为了防止蛋液太多 影响氮丝的色泽 但是又不能太少 否则会影响氮丝的形成 所以比例必须做到恰到好处 然后将蛋液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下一步总备一把蜜肉 然后用蜜肉过滤掉蛋液当中的氮气带 否则会影响氮丝的形成跟效果 下一步开始炸氮丝 在锅里面加入宽油 油温升到100度够缓缓地倒入蛋液 然后快速地搅拌锅底 利用油的快速流动 促使氮丝的形成 等氮丝成型 出香锅后用蜜肉捞出 在挤干氮丝当中的油脂防止生粒 成品的氮丝金黄散散 并且细如毛发 然后油温五层热下入准备好的鸡腿肉 划散过后快速捞出 然后油温四层热下入准备好的虾腻 划散过后同样快速出锅 再将煮好的米饭取出 锅里面加入少许的底油 油一定不能太多 否则容易胜利 然后加入米饭 动到火快速翻炒将米饭炒散 将米饭炒散过后放入蛋丝 继续翻炒均匀 将蛋香味融入到米饭当中 炒制的过程中 米饭会会发掉大量的水分 变干变硬 这个时候加入准备好的少许鲜汤 米饭吸收带着鲜香味的鲜汤过后 不仅能够将米饭变得柔软 而且鲜香十足 翻炒均匀出锅期过后 加入准备好的海参 风筍 鸡腿肉 干贝跟火腿肉 炸好的虾腻 香菇腻 豌豆米 炒散炒开过后加入少许的葱花 然后快速地用大火翻炒均匀 炒出锅气 炒制的过程中火会要猛 而且不能久炒 否则将配料的水分过多挥发过后 会影响鲜香跟口感 翻炒均匀过后 只需加入少许食用盐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过后再一次撒上葱花 再一次快速翻炒均匀过后 几口出锅 出锅装网过后 那么知道扬州炒饭正式制作完成 成品的扬州炒饭香气四溢 而且精湿环绕 可以说是色香味形俱全 我们就这款扬州炒饭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能够来上一口免费的点赞跟关注呢 将无比的感激跟感动 尝上一口海鲜的咸香 火腿的咸香 蛋香 米香 各种香味交融交替 再加上米饭弹牙的口感 豌豆在口腔里面爆汁的脆爽 尾尝一口都是给味脸最大的享受 那么这味道用一个字形容 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